这次镜头转回国内我们来关注的就是两名染疫机师跟这个他们的这个机师的儿子高中生的这个基因定序都确认了是Delta变种病毒 陈时中表示即上一次Delta进入屏东之后这一次是第二次Delta进入社区 未来一周将是社区感染是否扩大的关键期 三加十一破口历史重演 两名机师和高中学生确定感染Delta而且感染源不同 指挥中心宣布二级警戒将延长到9月20号避免社区感染扩大 这波Delta潜入社区破口不止一处 除了长荣机师8月底确诊 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儿子却到校上课外 台北市也有一位反国民众解隔离回到社区三天才被通知是Delta病毒个案 9月6号最新的九例本土有八位学童一位家长染疫 虽然都属于新北幼儿园群聚 但其中四例仍会送基因定序厘清感染源头 老师我们8月27号就有相关的一个症状 那8月30号就有秀未觉的问题 那后来所以在学校跟学生相处的时间相对的长 这样我们担忧的是阳性率非常的高 本土疫情面临Delta威胁 专家认为基因定序脱太久 居家检疫SOP都得重新检讨 我们可能就五个人在实验室 这五个人已经超了两年了 累得半时 你周末也不让他休息 晚上也不让他休息 这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每天能做的建树就是有限 所以这是跟你的量能有关系 还有有没有引进全自动的设备也有关系 DELTA迟早进入台湾 疫苗覆盖率是决胜关键 不过看看国内第一剂疫苗覆盖率不到五成 最新来到44.31% 第二剂也只有4.18% 其中中央地方政府防疫人员 打完两剂的比例45% 75岁以上长者只有1.5% 65到74岁长者1.3% 机构住民和洗肾患者也才6.7%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警告 DELTA传播块致病率高 拼第二剂疫苗覆盖率至关重要 你如果让DELTA流行的话 你就可能造成相当多人重症 最近你需要去住院 甚至需要进交互病房 用呼吸器 那你这个对医疗系统还是很大的负担 再这样冬天 万一别的病毒又趁机出来搅乱 比如说流感病毒啦 呼吸道融合病毒啦 这些病毒全部又跑出来 在冬天 那你就会手忙搅乱 措手不及 不只拼第二剂还要拼第三剂 根据以色列最新发表的论文显示 730万人口中打完两剂BNT的400万人 对照打完三剂的330万人 后者突破性感染人数只有打两剂的十分之一 重症人数也只有十分之一 12天后的保护力高出十倍 医师呼吁在前线与DELTA作战的人员 引优先接种第三剂 力手边境防止全面沦陷 上一波华航诺富特事件造成国内大传染 如今最怕噩梦重演 国人一刻都不能松懈 TVB新闻罗士鹏代言力台北报道 没有错 外界部分人担忧 DELTA在台湾是否已经扩散 又是不是会成为华航诺富特的翻版 台湾的防疫又出现破口了 有三名长荣机师染疫突破性的感染 另外有染疫的机师儿子也中标了 台湾的防疫破口是不是就在国境大门 国境的控感该如何严加管理成为重要关键 今年4月20 是华航印尼籍40多岁男性货机机士 同日往返澳洲执勤被检出Coffee阳性 同日国内新增两类境外引入 也都是华航货机机组员 一连串机师群聚感染不到一个月 共计造成 机师家人 检疫旅馆人员 接驳车司机等44人确诊 后续的卢州万华宜兰群聚案病毒基因定序 又跟华航诺富特群聚事件相同 一连串导致台湾防疫神话破功进入三级警戒 就怕这一回长荣经师感染 再成为华航诺富特翻版 国外的这个部分 其实很多 他们已经解封了 他们已经跟病毒就是和平共处了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还没有做更多一层的 这个防护措施也好 或者说一层机制也好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真的只能就跟一般的民众一样 反台之后 如果要确保不要把这个病毒带进社区 救世居减14天 国际外战疫情勾掌不下 加上变种病毒袭击 即使工会除了害怕自己染疫 更怕成为台湾破口众矢之地 从以前的3加11到现在的5加9 真的够吗 工会甚至提出恢复14天居家检疫 一定要往开放方向的走 只是在开放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检讨我们的错误的作为 然后让他继续往开放的路上去走 所以说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 很简单 你还是维持原来的开放的态度 0加7可以的 但是必须要每天给他做筛查 就等于是一个人 他进来了以后 他上了一个电子脚铛的意思 专家认为这回跟华航诺福特不同 有了疫苗覆盖跟检疫量能 应该多加利用多层次筛查 也就是所有国外回台的基础员 必须天天甚至一天两次PCR检测 只有这样子才能够牢牢的把这个 这个有问题的人及时抓出来 即使他那个时候 他早上他今天塞的没有 明天塞的有 结果他出去了 他也仅有一天对社会的危害而已 不会太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增测的概念 是我们的呼吁到传染病 防控里面最重要的 关不是个办法 只有增测才是个办法 Delta病毒实在诡谴 根据国际知名期刊Nature最新发现 Delta跟先前其他变种相比 更容易出现症状前传染病毒 香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 Benjamin Collins团队指出 Delta在受感染后平均四天就能被测出 但平均要5.8天才会呈现症状 跟原先的武汉株5.5天后测出 6.3天出现症状相比 具备传染力的空档扩增一天 想维持国际经济开放 又想阻挡病毒 专家学者不约而同提出 平凡筛查建议 除了回国的14天 陈修静认为一个月内都是重点观察期 切勿轻呼 以防国境再度成为台湾破口 TVB的新闻沉浸 文卫庭台北桃园报导 专家表示 虽然打了疫苗无法防止突破性的感染 可是疫苗对于降低重症 仍然有显著性的功效 全民拼接种 不论男女老少 轮到你就去打 疫苗成了疫情世界的救命稻草 但重返往日生活的梦想 似乎一夕破功 近日至少出现三起 机师遇到突破性感染 也让人怀疑疫苗的保护力 是否已经不够了 指挥中心甚至考虑 要让机师接种第三剂 但事实上 疫苗的保护力 本来就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 关键人在基本的检疫程序 必须严格落实 三名机师都已接种两剂AZ疫苗 最后仍然染疫 其中一人违反防疫规定 在隔离期间外出 造成Delta病毒扩散的风险 但专家表示 这样的破口迟早会出现 我想大家对疫苗 不要把它当作万灵丹 现在有所谓的突破性 我想这个就是 简单的讲 这是会有的预期中的事情 所以大家应该平心尽气 不要太担心 我打了两剂 但是它可以降低 这种重症率跟死亡率 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种很好的保护 这不是疫苗六个月后效力失去 或是你再打第三剂 就可以一定解决的问题 因为它就是到不了百分之百 所以我们要有策略来应对 如果发生这样的突破性感染 我们要怎么侦测 当群体中超过一定比例的人 因为接种疫苗或自然感染 而对疾病产生抵抗力 就可达成群体免疫 但Delta病毒屡屡突破疫苗防线 梦想中的群体免疫 难道终究是黄粱一梦 大家知道英国Delta 其实已经烧了大概几个月了 五月就开始烧了 那他们看到的是 打完两剂疫苗之后 是千分之二的突破性感染 千分之二哦 可是当然你分母很大的时候 那千分之二就会累积很多人感染 你就以为它好像很严重 可是你不能忘记那998个人 还是被保护住没有感染的 那另外英国其实就是 很大量的分析这几千位 是什么样的人容易 在发生突破性感染 第一个他就是看到 60岁以上比较虚弱的老人家 第二个是肥胖的人 第三个是生活在比较贫困的地方 那英国找到这三个风险因子 那会比较容易再次感染 但靠疫苗接种 显然无法完全控制疫情 但能有效降低重症 缓解医疗负担 根据英国经验 即便接种疫苗 仍突破性感染 不仅死亡率降低 无症状击率也提高 这意味着虽然传染力增加 但致命性已经不高 最笨的病毒是什么 很快的就把宿主杀掉 那就是SARS 聪明的呢 我呢 就可以加强他的传染力 那我就可以还原我的子孙 对不对 但是他的死亡率呢 会变低 而且呢 不显性的感染增加 为什么要不显性的感染 可以传染更多的人呢 我们要恢复正常生活 只有这条路 就是跟这个活在一起 因为我们在 到目前这种状况 再搞一年 老百姓活得下去吗 未来新冠病毒 可能朝向流感化发展 中间的症痛期 仍然需要透过疫苗来度过 随着接种率提高 疫情的威胁 也会逐渐降低 TVBS新闻陈如环顾上军 台北报道 AZ疫苗所引起的静脉血栓 大约在施打疫苗后 4到30天会出现 发生几率其实相当低 民众反而更需要留意的是 其他的血栓风险因子 血栓简单来说 就是血块 可分为静脉血栓 动脉血栓两种 一旦静脉或动脉塞住 对身体健康都会造成影响 许多人经常听到的 心肌梗塞 脑中风 主要关键就在于动脉血栓引起 而AZ疫苗引起的血栓 则是静脉血栓 现在一般民众所关心的AZ疫苗 引起的血栓 并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与我们一般在临床上看到的血栓 是不尽相同的 最主要在于第一个 它们的成因不同 第二个 在诊断上面的方式 也不太相同 第三个 在治疗上 也有一些差异性的存在 成因不同 最主要是AZ疫苗引起的血栓 是因为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 产生的一个血栓的症候群 一般常见的心肪颤动引起的血栓 或因为久坐不动引起的静脉血栓 包括下肢静脉或肺动脉栓塞 或者是因为血管狭窄引起的血栓 包括心血管疾病或者脑中风等 导致血栓成因是不相同的 一般常见的血栓 大部分都是因为你血液本身 凝固上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血管有一些损伤或狭窄 或者是血流产生问题 所造成的结果 那诊断上AZ疫苗引起的血栓 一般来讲需要有一些抗甘素抗体的存在 我们才认为说它有比较明确的诊断 血栓这个疾病与AZ疫苗的关系 在疫苗广泛施打之后引起民众的注意 事实上不论动脉或静脉血栓 都有非常多不同的成因 例如长时间手术 患有癌症甚至坐飞机 都会增加血栓的风险 相较于国人在意的疫苗 可能造成血栓发生 而事实上血栓形成的原因非常多 也会造成身体出现病发症 肺部血栓时候往往难以察觉 因为跟原本的疾病的症状相当类似 如果出现剧烈的胸筒 喘不过气 或是咳血等症状 会让临床医师高度怀疑 可能有酸塞的可能性 总之一般民众不需要过度担心血栓的问题 但在施打疫苗之后 如果出现剧烈症状 或是原本慢性疾病的症状 有所改变的时候 建议还是要尽速就医 血栓主要成因有凝血异常 血流异常 血管必受损 这三大因素 而凝血异常通常是血液较浓稠 容易形成血栓 由于新型抗凝血剂的进步 过往因为治疗血栓而造成出血并发症的几率 已经大幅的降低 也可安心的服用 以减少脑中风 急性肢体缺血 肺栓灾等疾病 因此与临床医师讨论 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 选择适当的治疗方针 才是最重要的 医师提醒 若经过评估可施打疫苗 民众应注意相关症状及不适情况 更应该从平日生活当中防范血栓 每天应补充水分 能稀释血液的浓稠度 降低血栓风险 TVBS新闻 李明辉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大家印象中的演唱会 在未来可能会不大一样了 新时代来临 把容积摄影技术应用在演唱会上 结合类游戏加上没有限制的特效 更关键的是 还能够自己调控360度 声光音响到位 但这角度不喜欢吗 没关系 滑鼠动一动 转过来 从这边看 360度舞台 不管想从哪一个视角 欣赏台上艺人演唱 拉近拉远 甚至飞起来俯瞰表演 都没问题 声光音响是基本 化身电玩虚拟角色 自己操作探索 身在超限制的特效 更好看 为每个观众 克制化观赏 打造全球第一个 全息音乐互动平台 歌手以360度 全息的方式呈现 打破传统观赏乐团 和歌手表演的模式 结合类游戏 加上容积摄影 体验一场创科技 新时代的演唱会 揭秘幕后 关键就是它 环顾四面 绿色不仅搭设而成的 拍摄环境 围成三公尺的圆 借由八支立柱 搭配32支摄影机 真人只要在360度 环场摄影棚内拍摄 一举一动 都可被容积捕捉建模 不止每个角度 每个细节都到位 后制效率更比一般传统 动画建模技术 快五到十倍 再利用虚实加强结合 就可以把不可能 变可能 除了没有人尝试过 把这么多的东西 都组合在一起 组合在一起 去打通这三大 不同产业的环节 一个完全不同于 真实演唱会 但又比真实演唱会 更加有趣的 更加面对社群的一种 演唱会的娱乐体验 所拍即所得 一战式产制3D模型 目前全球只有法国 日本美国3D点 设有4D views的 融机摄影棚 这回靠着台湾民间企业 启用亚洲第三座 也开启了科技新纪元 不知演唱会不一样了 全息MV 更打破传统MV框架 将观看的主动权 交出来 带领观众 进入歌曲的世界 音乐MV观赏形式 再进化 仔细拉近看 艺人的相貌 可是真实呈现 一点也没有 以往传统的动画感 除了说音乐的方面 音乐MV 音乐表演 还有时尚界运动界 其实都越来越多 在国外有 融机摄影使用的例子 这些都颠覆 我们以前所有的对影像经验 大家平常不知道鼓手跟keyboard手在做什么的话 就可以特别拉过来看一下 原来有这个乐乐手 他们有在演奏乐器呢 有时候我们表演 然后我们可以转身 然后在那边偷偷休息一下 但是这一次都是 所有角度都看得到 所以 就知道原来我长这样 从过去的2D 3D 如今进化到一站是360度动态捕捉 颠覆对视觉的想象 延伸感官体验 搭造数位新时代 这一场Z世代的音乐响宴 已经正式踏进你我世界 您有想过可以一瞬间漫步巴黎 或纽约的街头 一秒移动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吗 未来这些都不是梦想 现在已经有许多科技龙头 打造这样子的虚拟时空 戴上VR眼镜 让你进到全席MV的世界 360度无死角全景观看 而这还只是小Kid 虚拟科技越来越成熟了 不只透过VR让你深入其境 也可以用AR的科技 虚实合一 透过平板或是电脑的方式呢 显示出来 让你跟你的偶像可以像这样子 零距离接触 结合实景角度 让观看者也能是创作者 不只感官技术的深化 为了打造更完整的虚拟音乐世界 音乐NFT平台也同步结合 包含NFT收藏品演唱会通行证 还能以NFT兑换虚拟道具 在演唱会中使用 我们希望我们的全体演唱会 是接下去要走的 是Metaverse 它是个虚拟宇宙 虚拟世界 所以在这个虚拟 虚拟这个世界里面 它必须要拥有自己的经济体系 那这个经济体系 它所流通的资产 一定是加密货币的资产 不同领域打造的独立工具 逐步融合后支撑出的虚拟世界 是脱胎于现实世界 但又与现实世界平行 并互相影响 进一步扩张Metaverse的可能性 Meta翻译中文 总体性 verse指的是世界 结合起来便是元宇宙 其实这样的概念 你我并不陌生 将意识转换 活出另一个世界 不止电影阿凡达 把元宇宙的雏形描绘出来 由史蒂芬 使皮柏指导的电影 一级玩家 再细化元宇宙 该有的样子 戴上眼镜 从完整运行的经济 跨越实体和数字世界 数据 物品 内容 以及IP 都可以在元宇宙通行 始终在线的平行世界中 以虚拟化身的形式 自由生活 甚至最新电影脱稿玩家 也灵活运用了元宇宙概念 这未来的下一章节 已经一步步在实现 这场企业年度发布会 看似平凡无奇 但其实通通是造假 背景 衣服 所有物件 甚至人 都是假的 科技结合 让虚拟更真 指标公司 投入建构 元宇宙 在疫情推波助澜下 脸书创办人 祖克博 更在今年7月底 宣告脸书 将成立一个团队 专责元宇宙的开发 与应用 强调 这是科技产业 下一章节 非常重要的一环 穿越国界 突破想象 从办公 社交 消费 娱乐 看似平凡 唯一差别是 这一切 都是发生在 平行 虚拟世界 乍上科幻 然而 或许不用几年光景 便将成为 我们的一场 今天新闻 钟德荣 陈文岳 台北采访报道